第十题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要保持安全距离 否则在车速高的情况下 预紧急状况刹车时 车子无法立刻停止 会追撞前方车辆 前速引号中的叙述 最适合用下列核种定律解释 我们晓得我们踩刹车的时候 脚就离开了油门 所以这时候没有在任何的吹油 任何提供新的动力让车子前进 所以这是在失去动力 没有受到力量作用的时候 仍然保持原先的运动状态 这个叫做所谓的惯性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 前速引号中的叙述 最适合用下列核种定律解释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惯性定律